今天买了100磅猪肉 准备灌麻辣香肠 然后再做一点麻辣的腊肉 切了33磅的肉 相当于是30斤的肉 30斤的肉呢 然后就放了盐是300克 糖丝240克 然后鸡筋放了30克 花椒粉放了40克 还有辣椒粉适量 因为辣椒粉根据你自己需要 你需要吃的辣一点就多放一点 吃的少一点就少放一点 那现在呢 先放一点白酒 红杏二锅头 它是56度高度酒 杀菌消毒的 一倒下去就好香 然后把它和匀 这些调料都是我调好了的 就是根据我们需要的 就是根据我们需要的 里面有花椒有辣椒 就会很很辣的 再多了点 放到另外一盆里 所以 和匀了再放在一起 和 好香啊 花椒 花椒是自己种的 种的大红袍 种了三棵 这几年都有丰收 所以说一般 丰收了以后把它炒出来打成粉 就等着灌香肠弄烂味的时候用 我切的比较大块 我还都是切的比较长条细条 去年我灌的时候是打成肉碎灌的 然后 发了视频 有很多中国的朋友就说 应该 不要打成 打成肉末 应该切成长条 切成条 吃起来口感好 所以说今年 做的时候就直接 切出来了 低气打倒是快 打成肉末的话 几分钟就打出来了 好 怎么这么香 把洗好的 猪肠衣 套在这上面 拖的手套比较好 比较好弄 比较好弄 好 好了 准备换香肠了 这个机器已经很久没用了 试一下 看看今天怎么样 如果能用的话 就会很快 如果不能用的话 就得用手动 就很麻烦 好香 这个如果两个人来操作的话 就比较快一点 就不像我这样 放一点 手动管快得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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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部都灌完了 总共30斤 也就是33磅 然后现在就开始酸笋子了 然后就开始酸笋子 全部弄完了 弄完了以后 拿去晾干水分 要先洗一洗 洗一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0斤 就這麼多了